我大概14年5月31号来到美国 来了两年 然后在这边上学 其实我当时也只是看看学校 就是没有说一定要定下来 我刚开始来的时候 我也是就拿着一个旅游签证 跟我妈一起来的 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这边学校环境 然后学生 然后老师当然也跟这边的Advisor聊了一些 然后我觉得还不错 我就定下来了 然后我就转变身份 然后直接入学 是报这个目的 但没有想象的没有实际那么顺利 其实主要目的还是想拿个学历 然后这个主要目的没有达到 但是如果从个人进步上还是超越了 个人进步我觉得就是 就是就是我不是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密集型考试 然后那种就是每天如果就是就是就是会每天都有作业 然后会每天就是有很多任务的那种 我就是我比较喜欢就是如果我想有很多任务的话 我可以做很多任务 但如果要是就是像作业啊考试那种我觉得就是就是不要太频繁 对所以所以所以我在这边我觉得还挺就是从这个心情上还是挺放松的 就是这边考试 其实跟我的学校有关 然后 然后我觉得这边的老师更就是 启发一点 然后他上课的时候 就是只是我个人经历 我觉得就是就是 嗯 就重点重重点比较突出 比如说现在要上一门经济学的课 他可能就是 讲讲好几十页他不会一页一页的讲 但他会一个定义就占一个小时课程的40分钟 然后这40分钟他讲出这个定义可能给你讲出六个要点 然后这六个要点你要懂了 他就认为之后的你就可以自己看了 我觉得困难还是挺多的 但其实主要主要我还是挺挺兴趣 因为我刚来的时候 我就就是这边有就是去参加他们的活动 然后有那种去什么大武山旅游什么的 然后当时也是几个朋友 就是像什么教我学车呀 然后像什么 嗯 什么平时周末如果要是就是 孤单的时候聚个会呀什么的 就当时还是 就是更多的不是我想出办法 是有人可求助 对 就是我并不是属于自己有想法那种 我是属于别人有想法 然后我跟着听的那种 然后我觉得来了以后 就是不管是因为气氛更放松 还是因为 嗯 我自己内心的 学习的心愿 我觉得我想 个人的想法会多很多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明显的 我就觉得这边管束少一点 然后 如果碰见好老师的话 然后 他还是更善于启发一点 就只说我的两个学校比 然后我的 然后 还有 就英语教学呀 一言不一言 我觉得我不后悔 我觉得后悔的 可能是我父母 就是因为他们看不见我 然后他们也觉得 嗯 说实在话 比他们想象的花钱的速度要快 我觉得就不要自己在家恍神 我觉得还是出去 就是尽量有聚会 没有聚会的话 也找个什么场所逛一逛 然后 当然要有个三五好友聚会 会肯定更好 但不是每次自己 就是很孤单的时候 别人都有时间 就是跟你聚会 所以 怎么都得出去 然后 如果要是有什么 比如说这次 什么 健身房什么的 那个会更好一点 不行的话 逛个街也行 我觉得我还是就是看看我的这个学业吧 这种的重点 然后时间还是很长的 对 你在这种国外留学 你去就对你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不是说你要学英语学的多留 也不是说你要掌握多少知识 而是说你要有一种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然后他把这个放在第一位 然后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 然后呢 当然来的不是关为了培养一种思考能力 还是希望有了思考能力以后就可以学更多知识 然后也希望自己能顺利毕业 然后同时也希望英语可以说得很溜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觉得就是 就最开始的问题是说你这个人能不能独立思考 你能不能就是比如说逻辑性强一点 你可以去理解复杂的那种知识 然后可不可以把知识内在关联 这就是开始的问题 然后后来的时候 其实就是就是就会有时候就会觉得事情比自己想象的要复杂 当你去上一节课的时候 有时候是这个单词你虽然认识 但是它那个准确的意思在这里是哪种 然后不说不到 所以你可能就在理解上有一些偏差 然后在之后就可能越偏越远 就像这种问题 就就是他就不是说你上课的时候 你能不能逻辑上跟得上的问题 就是需要你有一些 就是像单词这种基础 所以就是像上课你要提高效率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说你上课你要跟着听或者怎样 你要精神饱满 就是说有时候你需要课前 你需要把一些你本身就很模糊的那些单词查一下 就这时候等于说这一件事情 就是说要课前去查单词和上课人真听 至少是分成了两件 就是光说上课理解这一部分 还不说考试作业 就是就是这时候要一直到有的时候 一个复杂的事情 它是由几个简单的事情组成的 我觉得就是最重要的因素还是个人性格 我觉得就是如果这个人 他有一种我也听过朋友这么说过 就是如果要是就是你个人在国内就是独生子女 然后你就很自我 你可能出来以后你跟小伙伴都处的 就是就是并不是就是沟通的很好 你并不是就是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 你可以跟别人就是就是照顾人 然后就觉得如果这时候我再去跟一个语言不通的人 我还要去沟通 我还要去照顾他的情绪什么的 就会觉得很难 所以这时候有的时候也不是说建议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就是就看个人性格 如果你要是性格就是就是比较自我那种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是最好肯定还是就是有这个机会 我曾经跟一个就是美内瑞拉的一个就是南美的一个一个女士就聊天 然后他就说他觉得对从他的角度来看他觉得就他他觉得他说他觉得中国的学生有一点点的让他觉得有点冷 然后呢我然后我当时我就解释我就说我说我说有一个笑话是说中国人就像是椰子 然后呢就是我们呢就觉得美国就是美国人呢像桃子就说椰子呢是外面硬 然后只要我们关系好了我们很甜的 然后美国人呢是外面甜 但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也有自我那一部分 然后让他就说很有趣 不过他就是给我提的建议是说说你要主动跟别人去打招呼 说这点他们很在乎 我就说他们打招呼呢 他们也是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只是说 就是就是说要介绍自己名字那样 然后说第二次你要主动就是见着就不要就是不理人家 就在学校碰见了 你要就是就是不但打招呼最好能在就是深入的去问一些问题 当然深入也不要太深入就属于How are you那种 就是属于他他就是就是希望每个人都希望被关注 就这时候你要有你的语言和你的姿态去表现 你是愿意跟别人接触 如果你对他感兴趣 而且你想知道他每天在过着怎样生活 就是他们很重要这种姿态 也不一定交往的很频繁 但是就像他们这种就是做事的风格 他们就是希望就是你能融入进来 就是只有你融入进来了 他们才会就理解你的心情 如果只是像椰子那样 就里面很甜 他们也无法猜测 我觉得这个并不只是说说我们就封闭 或者说就怎么样 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说就是真的是这种情况 就是中国人跟中国人加的堆 然后中国人跟中国人跟就是美国人 可能就是交往的稍微少一点 我觉得就是这个情况是一种 个人需求 就是就是还是跟就是跟自己相对比较相信的 比如文化语言 然后就是这种就是处事的规则 比较相信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会更容易就是感觉不孤单 就是就是说当我心灵缺少一个伴的时候 我愿意用这种方式去填补这种需求 并不是说我刻意的去屏蔽跟美国人在一起 我好像说我特别的 嗯就是好像是说特别的把自己孤立起来 不是那样的事 就是人都有那种需求像吃饭一样 就是出国在外我觉得既然有一个很好的自己的空间 我觉得还是就是就是就是不是仅仅沉迷于课本 也不是仅仅沉迷于就是比如说朋友聚会 我觉得还有一个重要是就是观察自己 就是我说的观察是就是就是觉得自己以前是怎么想的 然后我现在出来 然后我用我到另外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国家 然后我在另外一个国家我发现别人可能跟我不一样的 或者因为因为留学生相对相对来说的好多也是就是就是确实挺不错的 然后就是你跟他们交往中你就是尽量多交往交往中你也能发现就是自己的想法有时候很不很不成�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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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举一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我觉得就是就是很就是就是最近我觉得就是很有收获的一点就是我跟这边就会聊天 然后我聊完天以后我觉得这种收获也很重要 就是比如说像感情经历这种 然后我觉得就是就是有有的人可能会就是谈谈三四次 然后就有一些想法感受什么的 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一个人谈了一次 然后他就是想法感受也挺多的 我觉得就是从这一方面就属于说个人的这种思维的这种成熟程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如果要是就是他很他很他很善于思考他能总结 我觉得这这这这种这种这种就是这这种性质的这种经历也是挺重要的 就是就是就是比如说我吧就是我觉得就是像像我就是我就有很多就是我觉得以前想的不是很成熟的地方就是就是以前我经常处于一种很矛盾 然后又又有点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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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开心的那种状态 然后呢就我觉得那种就那种状态并不是说就是周围孤独没有人 而是说就是有一些想法观念是错的就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会在感受这件事情上走在两个极端 就是就是一个极端呢是说我有时候会觉得哎呀不就是找个老来一半吧 然后就就好像说谁都可以就有点这种感觉 然后呢有时候又觉得就觉得啊女的干的好不如嫁的好这件事情很重要一想起来就很紧张就是这两个极端 但我有时候就一会在这个极端一会在那个极端然后还有时候我就会就觉得如果前男友会就是就是对对对一个女朋友会怎样怎样 我就会觉得如果他能做到别人都可以做到 然后就是从这件事情上来说我觉得我现在我觉得这三个观点全是错的就是对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如果要是就是先说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版短版 就是如果就是就像就像不同的类型的人一样就是你不能要求就是啊就是你接触过的异性有过什么特点 然后又或者优点就要求下一个也有同样优点就是他可能会有别的优点 但是就是他可能是在就是就是帮助你启发你这方面他不一定向前应该就属于说就是就是很细心那种 但是但是但是就是这件事情不能太纠结然后因为太纠结你就会对现任就会特别的就是就是发牢骚 但是实际上你也改变不了这种局面然后还会让对方很痛苦 然后还有那两个极端我觉得就是就不应该觉得就是好像这件事情就是好像说就是好像说已经重大到占据了我 就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他也没有说重要到占据我生活的百分之七八十那样因为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正事他都要工作上学什么的 我没有必要就认为这件事情好像就说如果要要有什么闪失我就马上我就我就什么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我觉得就是现在没有觉得这样还是就是对于我这种就是就是学历上相对不足的这种人我觉得我给的建议是我觉得就是还是需要找到自己的正事 我觉得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就相当于说一个人他如果一天他整一天他整比如说一千块钱或他一个星期或两星期整一千块钱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抓的也不是说那个紧的那个度是那么一样所以就是尽量的还是让每件事情都在生活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不是说把其中一件事情看得很重然后其他事情都没有平衡 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好像说就是有的人对就是感情这个事情好像是说觉得就无所谓或者说就觉得就是就是好像说差不多就行 我觉得这个也不对因为我觉得就是就是就是我觉得唯一在这点上应该重视的应该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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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刚才说的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自己还是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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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多结识几个人 然后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话就是就是你会就越来越了解每个人是很不同 然后你会发现就是自己会越来越越了解自己我觉得很重要对对我曾经听尹斌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说他说说人应该就是先找到自己找到自己你发现自己是谁样的人 然后你就按自己的路线去做这时候你才可以就是展现了真实的自己你才可以去碰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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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真正合适的人 但其实这个点我的观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就是还是在就是跟别人相处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些你自己以前没有发现到的自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然后你去发觉哪个人跟你认为的就是步伐路线是差不多的 然后这时候你就你就找这个类型的人 然后就是这种步伐我觉得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这一件事情就有关这个就要相同价值观的这种事情 我是不是提的太高了就相同价值观这个事情我觉得挺重要的我觉得就在这个事情上应该就是把握住自己的选择权也不是说就是好像说无所谓怎样都好 就读讲课外书吧就读课外书这件事情就是就读学历很重要然后就是但是大家都知道读学历是一个敲门砖 就是在这个事情上就是当你敲门砖敲进门去了然后你个人素质什么的你怎么就是跟别人抗衡你怎么就是比别人更强 那个还是不是学校能教的就比如说你怎么跟别人聊天比如说你怎么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得更紧凑就是或者说你怎么去用就是更高瞻远瞩 就是更长远的目光你去看就是现在的事情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不是学校能给的也不是学历就能完全代表的 所以我觉得有机会有时间不孤单没有说孤单寂寞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看点课外书吧 对没了